讓分讓一下 最後是這個緊掛 非常簡單 這樣子 成功 36秒 那 看起來是 將近快一半以上的時間 哈囉我是Nick 今天又要來跟大家介紹攝影周邊的配件 我個人非常喜歡這種 運動攝影機喔 因為他非常輕巧 又方便攜帶 而且歸關於他的體積跟重量呢 你可以把它固定在任何地方 比如說這個緊掛 我很多POV視角的影片 都是用這個方式進行拍攝的 連X100V 之前我到公園去拍照的那個影片 也是這樣拍攝的 當然也可以固定在最常見的這個自拍桿三角架 這樣進行自拍呢 也是非常方便的 或者是固定在這種手掌袋上面也是可以的 我在騎自行車的時候 非常喜歡這個 因為 騎自行車的時候不方便去拿自拍桿 所以呢 用這個你可以邊騎也可以邊拍 想拍前面呢 就轉一下 想拍自己呢 再轉一下就可以自拍 這樣也是非常方便的 還有其他很多配件 比如說頭戴啊 胸背戴啊 或者是鯊魚夾 還有其他非常多的 GoPro生態周邊配件 可以讓你使用 那他可以豐富你的 拍攝的內容跟視角 不過所有的配件呢 基本上都是這種 GoPro接口的 然後再加上一個螺絲 那我們可以簡單的看一下固定方式 GoPro底下呢 有個對應的接口 那我們把他 連接在一起之後呢 再把螺絲鎖上去 那 固定起來 這樣就完成了一個固定的動作 那如果我要換別的東西呢 我必須轉下來 然後呢 比如說我放到這個 緊掛上面喔 那對好 接著再把他轉上去 OK 這樣子 可以看到我換成緊掛了 那我再把他拿下來 我接著我再把他換成別的配件 你可以看一下我中間的這個 切換的速度 比如說這個手腕帶喔 我把固定上去 OK 那每一個配件他的這個 鬆緊都不一樣 然後以及他的這個 孔位呢 也對的不一定 是一樣的喔 你可能要調整一下 好OK 那這樣我換了 三個配備喔 雖然呢 更換的時間 不會說 非常久 可是呢 如果你要 頻繁的 這樣切換了 其實 我覺得有點麻煩 尤其是當你 當下 你雙手正在做事情 可能 在騎腳踏車啊 或者是 在吃冰淇淋啊 你總不可能兩隻手 然後 在那邊切換你的 裝備吧 這時候通常我都會放棄更換 然後就自拍桿拍到底 或者是直接手腕帶拍到底 因為 太麻煩了 欸這時候如果你有這個小東西呢 他就可以幫你解決 上面的這個麻煩問題喔 這是由優然子推出的磁吸快拆 轉接座 他可以 幫你快速的 切換你的配件喔 那其實我本身有使用其他廠牌的快拆轉接座 不過在使用上呢 有遇到一些 不太 容易 使用的問題 所以我最後也沒有 拍成影片喔 那今天的影片主要是要介紹這個優然子 那我就不做比較的影片 因為我不想黑其他廠商 那這個優然子是我真心覺得好用 推薦給大家 所以我才拍這個影片 那這個就 收起來吧 如果你有使用其他廠牌的這種快拆轉接座呢 我可以建議你使用優然子的這一款看看 你可能會有不一樣的想法 好的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購買的這個磁吸式快拆轉接底座 那他是有一個這個底座 他是用來固定在相機底下的 所以他也附了一個螺絲 另外安裝在配件上面呢 達到快拆的功能呢 就是這兩個底座 那他一個是四分之一規格 一個是GoPro接口的 比如說這個四分之一接口規格呢 你就可以安裝在這個 上面也是四分之一接口的 自拍桿上面 像這樣子 那像這種緊掛式的配件呢 他一定是GoPro接口的 我們就可以使用 同樣是GoPro接口的轉接底座 這樣子固定安裝 好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轉接底座 他是透過一個特殊設計的接口 來達到一個安裝固定的功能 那側面周邊你可以看到這邊有這個 直條紋的刻痕喔 他是讓我們在安裝的時候呢 達到一個防滑的作用 手感也是還不錯 那這兩個轉接底座呢 因為GoPro他的底部呢 多了這個接口 所以他會高一點 那大概是三成三 那四分之一呢 底下是四分之一螺絲接口 旁邊呢有這個矽膠 緩充軟電喔 也算是蠻不錯的設計 這兩個材質呢都是 ABS塑料材質 所以非常的堅固耐用 那重量呢 非常的輕 非常方便收納攜帶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轉接座Adapter 他是固定在相機底下 所以這裡是GoPro接口 那我們一樣 對起來 安裝下去 那旁邊呢 我們就拿螺絲把它鎖上去 安裝上去之後呢就像這樣子 底部呢就有個轉接器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底座呢 一樣固定到我們的 配件上面喔 好的那接下來我來示範一下怎麼達成這個快拆呢 你可以看一下 這裡底部呢 他有個強力的磁鐵喔 那我們底座呢 他裡面是有一個金屬鍵喔 所以他們兩個一靠近了就會吸在一起 你可以看一下喔 你看到嗎 他直接 就吸上去了 然後我只要擰一下 他就固定起來了 非常的穩固 然後我要拔起來 只要這樣再轉一下 就可以下來了 非常的方便快速喔 你看再示範一次給他 轉一下 我就可以分離了 靠近 他就吸上去了 轉一下 就固定起來 非常的紮實喔 你完全不用怕 他會脫落 而且雖然你看上面這裡有個箭頭 他是告訴你 這樣固定了 其實呢我在使用起來的手感呢 他根本不需要去對位 你看 我也根本沒有去 看他 一樣可以很清楚的操作 另一方面因為他底下呢 是這個 磁鐵的設計喔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 固定在任何地方 只要是金屬的 像這個 我這個杯墊 你可以看一下喔 有沒有 他直接就 吸上去了 非常的方便喔 所以買了這個 快拆的轉接座呢 你的GoPro呢 也可以吸在任何金屬上 算是一個附加的功能 這樣也可以讓你的 拍攝視角呢 更為豐富喔 好了接下來我要來做一個測試挑戰 我會把GoPro呢 切換 固定在我常用的幾個配件 比如說自拍桿 手掌帶 起腳踏車的時候用的 或者是POV視角 主力 緊掛 還有我的這個 背包夾 那我會實測呢 直接用傳統的螺絲固定方式 會花多少時間 以及呢 我使用這個快拆轉接座 消耗時間又是多少 那兩個來對比一下 一刀未撿 那各位就來看一下吧 好的我準備要開始囉 我用手機來計時喔 開始 OK 固定起來 快點快點 很緊張啊 OK好囉 快點快點 好這個 這個最麻煩 這個超難固定的 OMG 好險他可以夾的 好 怎麼不好轉 快點快點快點 OK 好囉 可以 轉起來 OK 背包夾好了 好 好 可以喔 可以喔 OK 轉起來 快點快點 緊掛 一定要拿下來 看不到 OK OK 好 快點 最後要完成了 好 最後掛起來 掛起來 OK 1分 8秒 1分8秒喔 唉唷我還帶煩了 好 切換這個四個配件的大概花1分8秒就是 68秒多 大概十幾秒換一個喔 速度其實 不會花你很多時間但是就是 麻煩 如果你當下可能在騎腳踏車或者是 提東西啊 牽手啊 牽小孩啊 你根本沒有多餘的這個 雙手可以來做一個切換喔 那接下來我就使用這個 優覽子的磁吸快拆轉接座來試著切換 這四個配件 他的耗時又是會多少呢 來看一下 好的那接下來是優覽子的磁吸式快拆轉接座的挑戰喔 那我現在就直接開始吧 1 2 3 開始 OK 自拍看 沒問題 秀一下 抖彎帶 OK 沒問題 那我把它轉下來 OK 讓這個 背包角 看一下喔 可能方向有點錯誤喔 沒關係 我浪一下 這樣 OK 可以喔 浪分浪一下 最後是這個緊掛 非常簡單 這樣 成功 叮 36秒 那 看起來是 將近快一半以上的時間啦 不過我剛剛很急 很忙 所以有安裝錯誤的方向我讓一點時間喔 不過整個在切換的這個體驗上呢 是非常舒服的 你看我一下子我就拿起來了 一下子 我就切換喔 如果不講究速度了 這個切換起來的時間呢 可能是非常的 快速的 我覺得 你看到這個畫面你應該就知道 這個是不是要買一個 那這個轉接底座的他的優點呢 就是我剛剛講的 安裝起來很方便啊 重點很輕 體積很小 然後自帶磁吸 可以讓你的GoPro呢 獲得更多的 拍攝視角 他的缺點呢 目前我想起來 只有一個缺點 只有一個缺點 就是 你不可能只買一個 你會買很多個 因為 快拆嘛 你要很多配件 換起來 才有他那個 效益嘛 對不對 如果你只有一個自拍桿 還有一個背包夾 其實慢慢轉螺絲 也不用花這個錢 可是如果你配件蠻多的 你會不自覺的想把每個配件呢 都配個底座 所以你可能就會花蠻多的錢在這上面 不過對比我剛剛拿這個廠牌喔 我不想黑他 所以 不要讓大家看太清楚 他那個買一個 你這個就可以買好幾個 所以花費上我覺得 其實負擔還算小 我個人覺得有了 這樣的快拆轉接座呢 GoPro 這種運動攝影機 他才 足夠完整喔 為什麼 因為GoPro他的優勢是 輕巧 好攜帶好拿 主要是他有很豐富的 生態周邊 很豐富的配件 如果 你在配件的切換上很麻煩 導致你 不太想去換 那就是很可惜 可是如果有了這個 轉接底座呢 你可以很輕易的 固定上去 你就會很想 把這些東西帶出去 使用 那你也可以創造出 非常 豐富的 拍攝的 內容跟角度 好啦 如果你跟我一樣 有這麼多配件 也許你可以試一下 遊覽子所推出的這個 磁吸式 快拆轉接底座 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裡啦 之後我也會持續的分享更多關於 我覺得 還不錯 很有意思的 攝影周邊配件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也歡迎你持續關注或訂閱我的頻道 好的我是尼格我們下次見 掰掰